2020年的5月27日,也就是下礼拜三,在美国的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将有一次重要的发射 时隔多年,美国将再次使用自己的火箭把两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他们使用的是SpaceX的Falcon 9重型火箭 SpaceX大家都知道是一家四年的公司 Falcon 9在过去有一切成功的发射 上一次成功的发射是在4月份 这是一枚重型的火箭,只有两极 它的第一极含有9个发动机 燃烧的时间是162秒 它的第二极有一个发动机 燃烧的时间是397秒 它的高度有70米,直径是3.7米 毛重呢,549吨 有效载荷呢,送入到近地轨道 有22.8吨 送入到同步轨道呢,是8.3吨 到达火星呢,则为4吨 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啊,就是这个部分 这部分呢,叫Crew Dragon 在过去啊,已经进行过多次成功的实验 其中一次呢,它成功的送入到太空,并成功的返回 但是没有搭载宇航员,只搭载了一个模型 现在Crew Dragon这个宇宙飞船啊,已经到达佛罗里达 在厂房里做最后的测试和火箭的连接 从这张照片啊,我们看到火箭和飞船已经连在一起 正在做最后的测试 在同一照片里啊,我们看到了 还躺着三个booster 也叫助推器 实际上也是三枚火箭啊 这三枚助推火箭啊,并不是用于这一次任务 而是用在下一次任务,其他任务中 而这次发射呢,只是中间这枚大的Volken Joe的重型火箭 这次的两名宇航员啊 他们都是两名空军的退伍老兵 这位呢,叫罗伯特·本肯 他是1970年出生 来自密苏里 在太空中啊 待过的时间是29天12个小时 另一位呢,叫道格拉斯 哈尔雷 他来自纽约 1966年出生 现年53岁 他在太空中的时间是28天11个小时 目前啊,两名宇航员都已经到达佛罗里达 做最后一刻的准备 最后一次试穿他们的宇航服 并和家人呢,花费一定的时间 预计呢,他们将在太空啊,待一到四个月 具体返回的日期未定 这是一次历史性发射 十个多年,美国再次使用自己的航天器将宇航员送入太空 上一次美国使用自己的航天器送宇航员进入太空 是2011年的7月8号 那是航天飞机阿特兰迪4号 在退役之前做的最后一次航天飞行 那次航天飞行呢,一共持续了12天 搭载了4名航天员 最后呢,让我们来预祝啊 这次发射成功 两名宇航员能顺利进入太空并安全返回 再见